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些类型的房产需要适当的管理和对当地房地产市场的良好了解 单户住宅通常就是独立别墅 这类房屋与邻居完全分开 再短租比较有利 跟邻居处的关系良好 就不容易被邻居投诉 公寓和连排就需要有物业管理公司的文件许可 避免被投诉并罚款 我见过有些公寓楼公告栏里面贴出告示禁止短租 一旦发现每天罚款2000加币 温哥华也有不少人自己在悄悄地做RBIM短租 有的甚至做了许多年也没有被发现 这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但最好选择允许做短租的物业 第二部分 如何选择短租物业 购买短租物业主要目的是现金流 其次才是长期增值 那么确保能不能租出去 政策上是否支持短租 就是最核心需要去观察的东西 常见思路包括 度假目的地被认为是此类物业的最佳选择 因为与杨贵的酒店和五星级度假村相比 价格具有竞争力 因此经常受到游客的青睐 当地法律法规为房地产市场奠定了基础 例如温哥华的一些城市对房产可以入住多少天有严格的政策 最终影响到收入 根据目前广辉博士的了解 大温哥华地区 本拿笔限制最为严格 每年只允许做90天的短租 其次是白时 也多短租有严格的限制 温哥华和列治文都有各自相关的短租限制 打算长期做短租生意 最好查阅市政相关规定 或者干脆去市政问询清楚 以免被处罚 这里推荐一个叫RDNA的短租物业投资神器 帮助投资者找到值得投资的区域 或者帮助投资者判断打算投资的物业值不值得投资 目前可以免费注册先看一些数据 RDNA参考的指标包括 成本与收入 附近短租物业收益 附近短租物业空置率 此外 RDNA也会提供建议对未来住宿建议定价最大化 投资贷款收益的计算 对运营也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 RDNA后台界面 注意 在买房前一定要注意物业的政策 是否可以短租 可以的话有什么限制 如季节限制 房子许可的人数限制 许可的天数限制等 这些政策限制通常会出现在公寓 连排别墅这样有共管物业公司的地方 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再次重复提醒 打算购买此类物业的朋友 可以联系广辉博士 第三部分 如何经营短租物业 第一步 学会筛选租户检查以前的房东 给他们留下的评论 考虑设置更高的最低年龄28到30岁 以选择更成熟的客户 考虑设置最少三晚 在规则中声明 您不允许聚会或活动 以避免增加业主的清洁费用 在物业外部安装摄像头 以密切关注有多少人来来去去 只需要一个花费数千美元修复损坏的聚会 就可能需要带来更多的损失 比如因修补而停运的时间 第二步 关注当地事件 虽然一些度假出租屋可以全年无休 例如 像温哥华西区温哥华中心 美列志文这样的地方 全年不缺旅游人口 但并非每个地方都有幸享受源源不断的游客 但如果是宿里高贵林兰里 丰树岭等等这样的城市 并非四季都是旺季的地方 房东最好关注当地活动 如市场 节日和其他可能在淡季期间吸引游客的活动 当房东得知某项活动即将举行时 需要根据周围房东的定价 调整自己的价格 保持价格有吸引力 第三步 避免打扰邻居 邻居的投诉是最大的问题 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 一旦邻居投诉 那性质就变了 警察或者政府会干预 问题就严重了 由于房子整栋出租 客人来自世界各地 半夜12点不睡觉是尝试 而巴姆的租客很多都是十几号人一起来 在后院而吃烧烤开派对的情况经常有 我们能理解客人旅行时想放松的心情 但您的邻居可不会理解 如果叫警察投诉您扰民 在宾湖小镇还好 毕竟申请了营业执照 只会提醒业主以后避免 很多地方政府会直接发信 让业主在90天以内关停 列志文和白石都有这样的案例发生过 需要引以为戒 虽然大部分客人还是非常好的 可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一百次出租里面难免有几次不自觉的客人 入住之后开心过头 忘记晚上的时间 这就需要短租经营者及时提醒租客 并实施有效及时的监督 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 减少客人入住人数 毕竟人多了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入住人数 比如 控制最多入住人数为4到6人 弊端就是收入会减少 一定在阿尔伯的网站写明绝对不能有party 虽然起不到太大作用 入住之后就忘乎所以了 熬夜开派对 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其实这个要求是给房东的一个免责声明 这样如果客人扰民 我们可以找警察处理 因为我们有要求不能开派对的 防止游客说不知道 到阿尔伯那里申请退款 网站有说明 可是客人入住之后 房东很难一直在附近观察 经营者可以考虑房子的前后院 而安装网络摄像头 这样可以从摄像头里检查客人 如果租客9点以后还在室外开party 房东可以直接跟联系人打电话给他们 让他们尽快收拾 不要担心会得罪人 因为一旦政府罚款 政府关停 损失的是房主自己 不懂得遵守当地法律的客人 我们也没必要尊重他们 第四步 注意清洁 卫生清洁是重中之重 90%的投诉是由打扫不干净引起的 大部分是因为冰箱 微波炉 洗手间打扫不干净 客人投诉到阿尔伯 要求打折退款 非常让人泄气 当然 也有个别奇葩客人会特意使坏 故意造成一些打扫不干净的现象 要求房主给打折 各位房东也需要提高警惕 清洁之后最好拍一些照片留作证据 如果房东请清洁人员打扫 更要让清洁人员拍照 主要几个地方 如洗碗机 微波炉 冰箱 洗手间 留个记录 这样既对清洁人员有一个提醒作用 可以提前通过照片检查判断是否合格 如果有客人乱投诉 也可以有证据证明 有时客人入住会有几天间隔时间 经营者还是需要客人走后立即清洁 因为到了旺季 很多时候会有RushBook 也就是说中途插单 如果打扫不及时 清洁人员由于时间紧 不能完全打扫干净 会引起不必要的客人投诉 第五步 降低物件损坏率 这个可能是最让房东心疼的事情 谁都不喜欢发生 出座RBAM的时候 房主肯定都想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可是时间一长 才体会到什么叫客人虐我千百遍 我带客人如初恋 精心选购的物品损坏 是常有的事情 水杯 盘子 碗碟 床 凳子 桌子 挂件等等 都可能被损坏 面对自己精心挑选的物件损坏 房东肯定深深受伤 经营RBAM的物业 物品的数量远重于质量 准备充足比花里胡哨的额外投资 要来的实在 比如 要来八个客人入住 但是只准备了六套餐具 就算使用再珍贵的餐具 客人也开心不起来 家具也要以兼顾 食用为主 一旦发现问题 如有贵重物品损坏 应该及时通报RBAM榜站 而RBAM榜站在客人申请入住的时候 已经记录了他们的信用卡卡号 房主可以跟RBAM公司可以索要赔偿 如果有重大损坏 RBAM公司对每个房子有最多200万加币的保险 第四部分 短租物业常见问题 问题之一 短租RBAM是否算被动收入 长租算是房主的被动收入 然而短租并不完全是 短租更像经营一个生意 尤其在一开始 在变得被动前确实需要一些主动的工作 问题之二 短期出租必须是度假屋吗 短期租赁不一定与度假屋有关 短租不只可以度假 还可以满足以下人群 想要一个住宿 需要一个地方住宿方便就医 在装修或维修房子的时候 需要一个临时的地方住 其实 为就医的人提供服务是非常有市场的 许多想要在长期住院期间 与亲人保持亲密关系的人 更喜欢民宅而不是酒店 直接向医院营销是增加入住率的好方法 一期完全结束之后 来大温的游客增多 加上加拿大央行连续加息 不少业主未缓解还贷压力 开始经营短租房 仅列志文市场上的短租房就超过2000家 其中有持牌的 也有没有牌照的 出租一个房间 一年可轻松赚的约3万元收入 历年来政府打击非法短租一直在进行 但独立别墅做短租 只要不扰民 只有没有投诉 就不会引来政府的检查 我的一个列志文的买房客户 从去年7月开始营运短租房 把家里多余的三个房间短租 大部分月份都会订满 收入很客观 一家人吃喝不愁 今年1月份 我又给这位客户买了一套小别墅 4个房间 申请了牌照 全部用来做短租 平均每月空房率不到一天 在列志文平均价大约是一个房间 每晚100元 暑假价格会适度上调 如果有三个房间出租 一年可轻松赚到9至10万元 很不错了 需要注意的是 近来列志文市政府对短租的审查更为严格 过往市府只是打电话询问是否符合申请牌照的条件 今年开始有同行反馈称市府会派人上门检查 主要是查看房屋格局是否为非法改建或临时扩建 杜绝安全隐患 鉴于投诉激增 列志文市府今年上半年发出上百张针对非法短租的罚单 并聘请两名全职人员专门查处非法短租 但无牌经营者越来越多 根本无法杜绝 毕竟旅游城市 游客对住房的需求旺盛 房子供不应求 按照列志府规定 居民可以提供两种类型的短租服务 但都需要许可证 一种为住宿和早餐许可 经营者最多可以同时出租三个房间 每个房间最多可住两个人 所有新项目需要与现有项目保持500米缓冲空间 另一种为时速许可 boarding and lodging 经营者不能同时向两个以上客人提供住宿 卧室内不能有主食设施 第六部分 短租与长租的区别 在整个租赁过程中 房东需要做出很多决定 尤其是租期 虽然一年的租约长期以来 一直是加拿大房东出租期限的标准 但由于近期日益增长的短期需求 即一到六个月不等的租期 很多房东选择以短租的方式出租 短租vs 长租 作为房东在出租过程中 必须了解什么是长短期租力 围绕这个主题有很多误区 许多人认为短租就是类似 RBM的度假屋租力 但在大温哥华地区 允许做RBM的出租单位 凤毛麟角 有需要购买的 可以联系广辉博士 事实上 短期租赁是指一到六个月的租期 而长期租房通常是六个月至一年起租 短租的特点 六个月以下的租期 收益更高 空置率风险较高 高轮换 较少的承诺 更多的维护 房源带加剧 长租的特点 六个月以上租期 收入更稳定 空置率风险较低 低轮换 长期租约合同 较少的维护 大多数不提供加剧 目前在加拿大智能出租平台 Leave Rund上 世界移居城市温哥华地区的 短期租赁单位的查询量显著增加 因为加拿大的旅行限制的放宽 和学生夏季学期潮 市场对短租的需求很大 如果您再考虑将物业做短期租赁 那么每年夏季 是发布房源最好的好时机 那么 购房者如何决定 是短期还是长期租赁 在将您的单位列为短期或长期之前 房东应该问自己一些问题 您是否已经收到短租问询 物业所在地区是否有学校或季节性工作机会可以吸引短期租房者 是否有物业经理帮助出租和管理您的物业 您对出租物业的预期是什么 利润比节省时间更重要吗 您是否能够投入时间来维持短期租赁 Leif Rent的独家Trust Score信用评分 可以用来全面了解潜在租户的可靠性 那么 如何管理长短租呢 虽然短期租赁与长期租赁的租赁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还是有许多差异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房东在短期和长期租赁方面需要执行的基本步骤 如何管理短期租赁 一 寻找租客 对房东来说 短租的最大问题在于高空制 因此房东需要留意一年中的租房弹 忘记 专业提示 在传统租房弹季11到1月 推荐使用加拿大智能租房平台Leif Rent的推荐租客功能来找到理想的租客 二 传统筛选租客耗时 耗力 尤其是筛选短租客 频率高 不肯定因素很多 专业提示 在Leif Rent上 房东可以通过租客的房源申请查看租客的Trust Score信用评分除此之外 还可以了解租客是否有法庭记录 破产记录等 三 签订合同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还是一年的租赁协议除了租期外 其他条款基本相同 房东需要做出的关键决定是 是按月散租还是按固定期限租用 短期月租灵活性较大 但空置率很高 还要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卑诗省租赁法规 房东需要提前30天以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租约 四 结束租赁 结束租约有三种情况 合同结束后 在没有其他条款限定的前提下转为按月散租 直到房东向租客发出停止租期通知 重新签订租约 租户提供适当的书面通知 以在特定日期中指租赁 如何管理长期租赁 一 寻找租户 为了避免空置 建议在租约结束前一个月发布房源 二 筛选租户 由于租期较长 房东必须按部就班的筛选租客 请务必查看完整的房源申请 不仅仅是申请人的信用评分 建议与租客的前房东或雇主联系 查证房客工作情况是否属实 以及过往租赁历史 三 签订合同 必思议省官方网站有租赁表格 房东可以免费下载 签署为期一年的租约 四 结束租赁 结束租约 有三种情况 合同结束后 在没有其他条款限定的前提下 转为按月散租 直到房东向租客发出停止租期通知 重新签订租约 租户提供适当的书面通知 以在特定日期中止租赁 第七部分 短租收益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阿尔伯普这样的短租平台 最大程度的融入旅游目的地 像个当地人一样度过旅途 正如阿尔伯普宣扬的那样 旅行就要扔掉自拍杆 玩儿的像个当地人 温哥华房主在阿尔伯普上玩短租 净获利13万 旅行方式的转变也带来阿尔伯普的火爆 以至于温哥华 列治文政府开始出台法律 要求开阿尔伯普的房主必须办理营业执账 抽取每笔3%的营业税 但是 我们都知道 越是被监管 越说明行业火爆程度高 越被限制 说明生命力越旺盛 在阿尔伯普上玩短租能赚多少钱 应该说 在大温地区 不同城市区别很大 列治文 温哥华 这样的热点城市 阿尔伯普的短租回报秒杀长租 几乎是整租的3.5倍的差距 普通公寓 在阿尔伯普平台上10年回本 在阿尔伯普的主页上 一家位于温哥华的一卧室公寓 冬季日租100多元 夏季日租可以上到400多 甚至500多 需要指出的是 140多元是纯房价哦 实际入住时 客人还需缴纳清洁费 管理费 额外房客附加费 也就是说140多加币是净收入哦 用自己的房子放在阿尔伯平台上赚外快 正在成为更多加拿大家庭的选择 各位新老客户 记得看完视频 觉得有用 请点赞转发 帮助更多的客户 温哥华买房卖房 联系顶级金牌经纪人 豪宅销售专家 广辉博士 请不吝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